前一阵子Bitcoin推出了Purebase 500FX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壳的图片跟规格的时候 我想说改变也不大 图片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多了RGB 但是价格多了1000多 所以我就想 是不是我有漏考虑的一些部分 或是它有一些升级的地方 其实是我没有发现没有考虑到的 看完这部影片 只要你在留言底下 写出你喜欢500FX这个机壳 你喜欢的地方 你喜欢的理由 而且你不要跟前面的网友重复 至少你不要明显到 让我觉得你明显在抄别人的 但如果你喜欢的地方一样 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会将这一次评测的500FX的机壳 抽奖总数 Purebase它在Bitcoin的机壳里面 它就是入门定位的产品 不过Bitcoin它们的品牌本身定位就比较高 那当然做工的确也比较好 所以这个系列它的起跳价格2000多 我觉得是蛮合理的 而Purebase 500后续它又推出了不同的进化款 像是500FX 而这次的500FX主要就是将500DX的风扇 换成了ARGB的风扇 并且加上了HUB 那这个HUB是整合了PWM风扇和ARGB的灯光 所以价格一举来到了4690 那相较最早期的版本几乎价格是翻倍了 而相较500DX也大概多了1600左右 所以基本上就是每一个进化大概就多了50%的价格 那么这个灯光到底值多少钱 我们来想想看 之前500DX也内建有风扇 三颗前置顶部后方 各一颗14公分的Pure Wins 2 那都是没有灯光效果的 而500FX则全部换成了ARGB风扇 而且风扇的数量也比较多 但是尺寸是比较小的 光是前置就有三个12公分的Lightwins PWM 顶部没有预装风扇 后方则是一颗14公分的 所以除了加上灯光以外 从Pure Wins到Lightwins PWM 风扇本身其实也多了PWM的功能 对于速度的控制上是可以到更精细的 也就是说这1600块的价差 相当于事先将风扇升级到了PWM 然后再加上灯光 而因为风扇也比较多 即便是高阶的主机板通常也不会有那么多的header 所以就额外又再加了一个hub来机壳控制这些东西 而且还预留了两个可以续续扩充的插槽 而机壳的部分我觉得细节方面都做得不错 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介绍500DX的影片里面有详细的去讲的优缺点 我们这边就简单看一下规格 前置USB-C支援到了10G的 USB-A则是支援到5G 分别独立开来的耳机麦克风接头以及有灯光控制的按钮 底部电源散热的滤网还有顶部的滤网都是有塑胶硬框的 那这样的规格通常就不是2000块以下的机壳会给你的程度了 大部分2000块以下的机壳不会给你边框了 它就只有网子本身 那种就很容易凹到 我觉得这种细节就是比较高单价的机壳贵一点 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地方 这一次整机配备如下 CPU使用的是Intel的i5-13600K 14核心20直行区 如果是比较高负荷的使用情况下 功耗可以达到180瓦 但是散热器我没有用谁了 而是选择Dark Rockboard 它的TDP标示是200瓦的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目前我的Intel测试平台 也就是用同一颗CPU同一个塔式散热器 那这次就暂时将这两个东西 移植到500FX里面 那虽然是塔散 但是Dark Rock的静音散热效果是真的很不错 所以不只是这次的组装 平常我在测试使用的时候 就是觉得它很安静 不过它的风扇尺寸是比较特别的 是135mm的 主机版则是使用最近收到的 Asus ProArt B760 Creator D4 那它的定位就是ProArt的入门 因此价格非常便宜 那这个非常当然也是相对出来的 毕竟你看现在ProArt的高阶 Z790 X670E 对吧 1万4 1万5了 这张B760便宜了将近1万块 那当然在规格也就不是 极致堆掉豪华等级 但是应对超频的i513600K 还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价差接近1万 那功能方面就没有顶规的 10G内建网路啊 还有也没有内建Thunderbolt 也没有内建无线网卡 不过它的规格方面 还是顾及到大多数使用者的方便性 像是有保留无线网卡的接头 就是M.2 E-Key 还有Thunderbolt的扩充header 主机版前置 后置的USB-C 也都支援有10G的规格 后置还有两个网路 2.5加压加连的 那比较多人在意的M.2 也有到三组 直连CPU的第一组为PCIe Gen 4 第二第三条则是通过PCIe Gen 3 一个是PCIe Gen 3 一个是PCIe Gen 4 而SATA部分则有4个 ARGB的接头也有三组 不过三组当然是不够机壳上面 这一大堆风扇使用的 所以500FX的机壳它就自带了Hub 而这个Hub它同时整合了ARGB 还有PWM的讯号 可以做到1对6的控制 此外这个Hub也算是特质的 因为它还有连接前面版的ARGB灯条 还有顶部灯光控制按钮的特规的接头 因此实际上 这个Hub连接到主机版的ARGB 就只会有一条而已 这个Hub最多可以控制到6个灯光风扇 目前只用到4个 未来就还有2个可以使用 例如说顶部就可以再加装更多的ARGB风扇 或是这样打散 换成一体式的水冷 蛮多厂商在做这样的ARGB灯光控制的时候 都会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借由机壳上的按钮来做切换不同的模式 那么灯光的模式 就是根据机壳的这个Hub 它内建的韧体软体里面有的那几组来切换 那以BQR的这组来说 它常按机壳灯光控制按键3秒钟 就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 转交由主机板来控制 也就是跟主机板来做联动 不过平常本来就比较少在玩灯了 所以这次组装我是以机壳控制为主 就没有做主机板的联动了 看完500FX新增的这些特色 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机壳 它本身有的一些缺点 我本身会预期500FX对之前的机壳会有所修改 不过实际上它还是跟500DX一样 那实际上最明显的就是侧边的侧透玻璃的安装方式 我觉得还是过于传统了 它目前还是用玻璃打控的四角螺丝安装的方式 而这种传统对大多数使用者来说 几乎是没有什么优点的 而且现在许多2000块左右价位 如果是自带RGB风扇 当然它不见的是RGB了 可能很多玻璃侧透的机壳也不会这样去设计的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大家如果喜欢 然后购买了500FX 在使用上就是这部分要比较小心 另外的就是500FX 我觉得有点小可惜的 就是它这次没有白色的选择了 这次只有黑色 虽然我对灯光效果没有特别大的爱好 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便宜的RGB风扇跟好的RGB风扇 那个灯光看起来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500FX它做的算是非常不错 它不会刺眼 而且灯光流动的转换也算是很流畅的 而这次测试的平台 记忆体则是使用了G-Scale的皇家级 顿绝版DDR4-3600CL-16 储存方面我本来是要用PCI-Dram4-100V 7000Mbps的SSD啦 结果手上这条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无法顺利抓到 也没办法安装Windows 后来叫它测试的一下 确定就是这条SSD故障 反正它现在就是跑RMA 不过我桌机影片还是要做完嘛 所以就随手拿了手上另外一条 TeamGroup的MP331TB 当然这个等级不太达啦 实际上还是达高阶一点的比较好 但是如果是装个Windows然后跑些测试 烧机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对了那还可以另外分享一下 TeamGroup的MP33最近超级无敌便宜 我也收了一张2TB的来做YJ SSD 显卡方面则是使用Zotec Gaming G-Force RTX 4080-16GB Trinity OC 这张卡的价格基本上就占到整机预算的60%了 那这个卡个头也相当大 长度呢36公分 宽度15公分左右 厚度三卡槽 之前很多人晓得说 Zotec Gaming40系列的显卡 这个外观设计不好看 但我说实在我个人是蛮喜欢 它这种有圆弧线条设计的感觉 跟玉三家那种越来越方正的感觉 就非常的相反不一样 审美上我是给予正面评价的 而原厂随附也有一个磁吸的支架 可以分担一点显卡的重量 而Pure Bass500这个系列的机壳 它虽然是几年前的设计 不过它当初就是属于这种 深宽体胖型的中塔机壳 因此即便是现在 4080 4090都超宽的 不止长度放得下 宽度也还有足够空间 给12V High Power电源线做转弯 虽然显卡本身有服务电源线的转接 不过BQRT他们最近也新出了 支援PCI Dream5还有ATX3.0的电源 所以就不用转接 直接一条就可以接上去了 所以我也跟BQRT借了一颗 Pure Power 10M850W的搭配組装 这个电源的价格大概是4000出头 850W搭配这张4080也算是刚刚好 如果是预算足够 想要一次攻顶 也可以考虑Dark Power 13 BQRT的电源 他们使用的是自家的风扇 因此静音效果都很不错 像我自己的AMD桌机 我也是选择用BQRT的 Strange Power 11 850W白金 看重的主要就是它静音的效果 最后下总结前 提醒大家订阅Enterbox的频道 也记得参加抽奖 目前大多中塔机壳 要放下40系列显卡的长度 通常不会是什么难事 反而是会卡到宽度不够的问题 而且在组装的时候 大家也要留意 不能只有单算显卡的宽度 你还要再加上12V High Power走线的空间 一般说明书建议是 35到40mm的 不然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要选择直立显卡的 以这方面来讲 500FX它是没有支援直立显卡的 而直立显卡的利弊 大家也可以衡量一下 我这边提一个观察 便宜的机壳 它有限虽然有支援直立显卡 但是底下的板金比较薄 所以装上去以后 整个电源舱上盖那片金属 它就是软软的感觉了 但也总比去压伤 主机板PCIe插扫还要好了 另外一方面 Pure Bass500 它的板材厚度 大概是0.8mm 一两千块的机壳 我这个数字 大概就只有一半而已 0.5 0.4mm 扎实度和手感 真的是非常有差 还有一些经验法则 跟大家分享 我在看到这样的机壳 规格的时候 我可能还没有收到产品 可是我看到它包装毛重 有可能9公斤 10公斤 再搭配上 我对Pure的认识 还有它的这次的价格定位 其实就可以踩到一个区间了 如果是一些其他 比较便宜的机壳 很多时候 这种机壳 它的重量整体 大概就是只有4公斤 5公斤 这个最大的差异 当然是不会在那些 风扇 小东西上面 那个东西很轻 其实比较大 就是在机壳的板金的厚度上面 真的非常有差 如果是比较便宜的机壳 它重量大概就是4-5公斤而已 我个人反倒觉得 500系列推出 有一段时间了 让我有点 旧旧装新品的感觉 所以也鼓励Bquart可以推出新款机壳 刺激一下我的视觉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